現在等東銘先生在準備他的器材之前 大概介紹一下我怎麼認識他 就是台灣有一個叫Aduro台北的社群 然後有一次就看到他貼文 他那時候做了一個什麼水晝 一個好像就是監測河流的污染的一個小型機器 用Aduro准硬桿出來的 然後那時候我嚇死了 我就說你有辦法來參加台北充 他那時候在那個 武衛武科技大學的念書 我就說你有沒有辦法來台北分享一下 結果他說好 然後我們就隔離幾個禮拜之後 我們就看到他阿笨 然後他拿了雲丁他們的特產 我這邊長那麼大 我都不知道雲丁有種什麼 有關脫農的一些蛋糕的特產 所以我那天就吃到雲丁的 第一次吃到雲丁的特產那種感覺 然後他那天就講了超多 他對於有關社會議題 還有一種環保議題的一些 他的一些想法很關心 然後他想要試著用這種新的科技 或者是open source的那種技術去做 做對於他來說任何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一開始的執照 還有做雲丁機器人 今年發展出他有做一些空拍 然後跟環境議題 跟社會議題有關性的東西 那今天他就會講這部分 如果把這兩者的結合起來 然後還有有關於資料的整合這幾件事情 剛好 我今天沒跟 我再吹一下好不好 那你就 那你就 對啊 那我再講一下 拉撒一下剛才那個有關三定音表記的問題 就是現在已經 三定音表記的套件包 已經盪到歷史的最低點 所以你們要進場去買三定音表記來玩 現在是個好時機 去年的時候我大概花了兩萬多 現在今年已經盪到一萬多了 超多就這樣子 所以我剛才在談一個 阿中嗎 就是他剛才說 那個最低價五千塊的成定表記 我自己在顧問 應該還可以再低一點啦 應該不在 對 差不多 好 太好了沒哏 哏又完了 好 我們歡迎你動我先動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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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 剛剛花了一點時間 堅持一下 待會要做那個飛行 這一模的環境 沒有人會在R0那麼大的場地喔 看一下自己的環境 空間寬敞 燈光明亮 氣流又平穩 應該是蠻適合飛行的 只是 美中部族是 少了一點遮蔽屋 我這前排的沒有人要小心一點 保護一下自己身上的重要部分 為什麼有人是保護電腦 OKOK 那今天呢 這個題目是 開源的多選意 是如何結合公民議題 然後應用在環境上 剛剛 空氣有提到一個環境議題 之前針對水質 環境保育做了一系列的 研究跟檢測這樣 那時候現在也簡單自我介紹好 我是東銘 我是一個熱情的Maker 作品舉辦是會爆炸的 還是 不會爆炸的 非常 會樂於動手把死做出來 雖然往往最後都會爆炸 然後最後我是ArkLab的共同創辦人 ArkLab呢 自利於推廣多選意的各種應用 OK 所以今天大概會以下這些項目做介紹 首先先提開源跟多選意 到底是整個產生的關係 然後再來探討一下多選意的原理 然後最後提到應用面向 還有我們的飛行demo 那要先談開源跟多選意 怎麼發生的關係 那我們應該先來瞭解一下 什麼是開源 開源跟問我的朋友 因為你們都會告訴我 不就是這樣嗎 這就是開源 不是啊 天啊 為什麼我的朋友對開源是這麼認真 其實啊 開源呢 Flowsis也是我在探討一些資料以後 才知道的 它是有三種稱呼的幾大稱呼 但是以往呢 使用freeztop的為了來稱呼 會有種很商業的感覺 其他的像是開放環境或是自由環境 不能去完整的描述它 直到Flowsis出來 還算是一個幾大稱的證明 那這不能不提的就是一個回家老發展的歷史了 在70年代的時候 我會處理器剛被發展出來 那時候真的是這樣 非常多的老的家也好 或者是業餘的人士也好 投入研究 而且結合成了緊密的社群 在我開來就好像現在 非常風行的製造運動一樣 只是呢 我是身在有八三店五村吃店 塞進廣點自己的時代 然後對於那個要寫的層次 要在資格上擔動 我覺得非常不可思議 只是呢 當時真的是這樣 當時盛況真的是非凡 但是 出現了 別人剛剛提出了一封信 他說 他是給業餘料號碼的一封信 內容提起 是什麼樣 是什麼樣的人願意投入三年的時間 去把自己開發的產品 然後免費的開放出來的 也的確 只要跟商業槌上的關係 就像一道網出現 不過小學老師總是告訴我 上帝瓜哥一道網 他一定會幫你上一把鎖 但是其實這事情 開始有點轉心了 從這網路的興起 還有個人的電腦補給 還有一些組織開始出現 去對他們的軟體的一些維護 也使得這樣的道路 開始出現一道輸入關 在我看來 不管是軟體也好 硬體也好 若是不能去修改的話 他將難以貼近使用者 或是收據補合區域差異 這也是為什麼 在開門對發展上 是這麼重要 現在應該來講解 硬硬的東西了 其實我跟蘇維派這些 開放的硬體 對盡力非常貢心 這也促使了 開門的軟體的發展 因為 因為我們 開門的軟體 開門的硬體 才能修成多懸疑的研究 這麼的順利發展 不能一起的就是 Chris Anderson 這一位 他提出了第三次的工業革命 就平靜的像 open source 這一些的概念 既有的商業模式 還有製造的模式 都將因為他提出的廠位 也不是受到漢頭 就像跳肘 最終可以製造大象一樣 這個專案其實還蠻有趣的 他是因為科技宅爸的時候 在週末的時候 跟著小孩去玩飛機 結果非常可憐的是 飛機飛不到三秒 剩下所有時間 小孩的照表殺人 老爸一搶就要來 卡在樹上的飛機 所以他就試著說 我們是不是也可以 開發一套 飛控制系統 讓飛行不再是 那麼困難的事情 最初一開始 他是和墨西哥的 一位高主神協助 合作開發的 那 在這項專案 開始有一些成功以後 他把 他把它廣佈在網路上 沒想到的是 出意料的 來自世界各地的 玩家們都協助 維護這一套飛行系統 然後進而修改 爭取開發一些新的功能 這也是史料未及的 沒想到社群的力量 居然可以讓我們 一般認為 我們可能是NASA 或是國防機構 他有辦法去做的研究 靠我們夜裡的力量 去把他開發出來 OK 來談一下郭學運的原理好了 人一夢想而偉大 這要從那位熱血的兩雄弟 開始說起 1903年來 萊特充電的飛行車一號 成功了飛行 但是人類史 第一次可以藉由 改變舵面的方式來超動 就是說 人類開始可以飛行了 只是比較少人知道 是才半半的四年之後 人類第一架 可以垂直氣象的懸疑機 也成功離開地球表面 可是應該這麼說吧 應該到了1956年 我們才能真正去駕馭多懸疑 這樣的比較複雜的一個機構 他藉由的是改變 駱懸槳的推列 來控制他的姿態 可是呢 為什麼張宇哥會出現 事實上 我們今天開車的時候 如果四個輪子 都有對應的一個油門 那會是什麼樣的狀況 好嗎 非只有張宇哥那種駕馭他吧 那在談多懸疑的控制呢 要先有個大小解釋 多懸疑它其實是一個 非常不穩定的系統 剛剛那個例子 大家就可以看出舊的鏡頭 那要穩定飛行的話 必須滿足什麼樣的條件 他必須要有姿態的穩定 那我們調整馬達的出力 去維持飛行姿態的水平 防止機身傾斜 那再來 因為他的螺旋槳 他的轉向 並不是有順時針有逆時針的 他必須保持他 產生著腳動灌量為0 讓飛行才不夠有自旋的狀況發生 那在不同的構造呢 然後他會決定了他 控制上的一些協取差異 譬如說他是 四軸六軸或是八軸更多軸等等的 飛行姿態在空間中是怎麼樣 兩邊的姿態 在空間中飛行姿態有六個自由度 分類是 X軸 Y軸 B軸 還有沿著三個軸向做旋轉 共六個人自由度 那我們在飛行姿態會統稱 我們側邊 讓圍滾轉的運動 往前行往後 這是不一樣運動 那再來就是 沿著Z軸旋轉的偏寒 我們要請我們在螺旋翼上 踏到這樣的方式 首先如果我們要 全速的 這邊以四旋翼為例 全速的螺旋掌加速或減速的話 我就可以 省獎 那今天要做不一樣動作的話 前或後的螺旋掌造成一個轉速差 那就可以過前或後的運動 今天我要做滾轉運動的話 就是左右的旋翼增減速 就可以達到戰略率 那今天要做偏行的話 只要是 剛剛有提到 是順時針旋轉跟逆時針旋轉 它成對 方向成對的旋翼增減速的話 就會產生一個 流矩的不平衡 就可以產生偏行的運動性 在了解它的態度改變之後 來談一下它的控制好了 一個最基礎的控制器 它還有這三個感受器回收 那就可以達到一個最基本的穩胎控制 那在輸出的部分 透過電子變速器 供給我們刷完它 有這三項生蛇回收做控制以後 它可以穩定的飛行 但是如果那我今天要做一些任務的規劃 或是GPS導航的話 那GPS的電子入環的話 就會是必須的裝備 那我們再來稍微回顧一下飛行鏡到底要幹嘛 它必須讓我們它根據感測值做輸出 很簡單的就是控制飛行程姿態 它會以設置以上的頻率去修正 讓我們看起來在空中是保持不定的 這些是剛剛提到的最基本的感測器 那它會不會做一個基礎的 並回路控制系統 再深入一點來說 它用三組的PIP控制器 去做並回路控制 然後維持積極的穩定 完整的控制回路大概就像這樣 我的陀螺椅呢 做一些動態的動態穩定 然後再來是加速度做 加速度計 做姿態的 姿態的控制 那最後才會是GPS做位置 位置的控制 所以章魚哥告訴我們你要實驗啦 我們有了這些東西以後 我們有這些東西以後 就可以讓飛機穩定的飛行 並且可以做任務規劃 GPS導引 再來的話 不能入行是一個地面導通站 當我飛機在執行任務的時候 我們要靠這個地面導通站 來看它的飛行姿態 飛行狀況還有什麼空速 等等的這些資訊 都會展示在這樣的界面上 那右邊呢 可以做地圖的任務規劃 就是因為它上面有GPS 那我可以譬如說畫一個組型 它就可以照著我們的路徑去飛行 這些我們的一些熱量 可以在了解它是什麼控制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應用 這間的重點 我會舉幾個簡單的例子 這次之前 炒蠻活熱的一箱引用 是 是亞馬遜公司提出一箱 富人機富有的服務 值得的 是嗎 浪漫 車套 駅 返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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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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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